而国际青商会在全国各区的推动完美角落活动 将老旧荒废的社区角落进行活化 而东部部分则是由花莲国际青商会 在广东街的铁路退休人员协会办公室 来进行绿美化行动 真地植树种花还彩绘了古董级的溜花梯 打造了一处舒适美好的角落空间 让社区的民众来休闲使用 位在广东街委的铁路退休人员协会办公室 早年是一个幼儿园 在花莲国际青商会的改造之下 变成一个整洁绿美化又有彩绘创意的休期空间 成功打造社区完美角落 青商总会这几年来一直有在办理一些 对社区去做出一些影响跟改变的活动 像几年前开始有捐学 我们后面也有差量反光镜的活动 今年比较特别 总会现在用了一个新的活动叫完美角落 那我们希望藉由青年人的力量 用青年人的思想跟创意 来对地方的社区做出一点改变 那这次完美角落就是把一些比较废弃 可能或许比较没有人看到的地方 我们把它重新活化 然后让社区可以更加的活泼一点 在花莲到处去骗巡的时候呢 我们就来找这边的那个就是祖商里的里长 然后来问他 然后因为刚好他的就是他们这边是以前的废弃的幼稚园 那刚好他们退学协会在进驻 然后平常也会很多黎民在那边活动 那我们就发现这个角落其实是可以让 平常在使用的过程中 也可以让小朋友来一起使用 或者是这边的居民 或者是地方的人士都可以来参加的角落 那这个溜滑梯也是这个幼稚园留下来的 也超过了50年 那我们以不破坏它原本的样子的方式 我们做一些基本的贴质的彩绘的东西 然后由四维高中的学生来发想 然后来协助来制作这样子 在地里长也十分感谢有年轻社团活力加入 让社区更美好活化 谢谢我们的青商会 愿意跟我们的主商里社区发展协会来结合 那当然也谢谢我们的铁路局 我们的协理师长 用敦青木林的模式 愿意把这个地方来奉献出来 让我们大家共同来经营 让我们的志工来这个地方 把活化炒炒弄得干净 让我们的青商会把旧有的一些 我们的一些设施变得更好 我们这个溜滑梯让它更完美 让我们的社区 让我们这些老朋友 小孩子都在这个地方玩 又安全又不会发生危险 原本乱七八糟的空间铺上了草皮 配合植树节还种花种树 古董级的石头溜滑梯 也请四位高中同学发挥青年创意 彩绘美化 幻然一心的场域空间 将开放给社区民众来休息使用 也成功打造了花莲市一处完美角落 借助汇幻市报道